很高兴今天再次能够上讲台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荣耀上帝 可能有些人知道大概三个星期前 我们的儿童教会举办了交友的活动 这是我们自从2018年以来 阔别四年的一个儿童交友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这一次真的是很感谢耶稣 我们有超过190位儿童报名参加 这个远远比那时候2018年的148位儿童来得更多 所以其实童工那时候听到消息的时候 他们是既兴奋又担心 带190多个小朋友出门可以吗 但是上帝是醒时的 当天我们经历了上帝的祝福还有看顾 然后整个交友的活动非常顺利 也圆满地完成 无论是天气或者是和国家艺术博物馆的协商 又或者是一路上的交通 上帝非常眷顾我们 所以这个让我们真的有机会 能够和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乐 所以我想用接下来的一个影片 来当作是见证 让大家看一下当天的情况 所以我们来看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被我们做满了 但是真的非常感谢上帝的眷顾 因为那一天其实人潮还算还OK 因为你知道星期天通常很多地方都很多人 但是那一天真的人不太多 然后我们虽然潮了一点 但是至少没有打扰到太多人 所以真的很感恩上帝 然后也要感谢很多人 包括儿童教会里面的同工团队们 当天我们也是有来帮忙的一些助手们 然后家长也非常支持 我们也非常有耐心 就是当我们可能花多一点时间 在聚集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耐心 还有教会里面的各位 让这一次的交友能够圆满地完成 所以从这个单单一个活动一个经历 我们可以看得到教会里面 是每一个人都在同心协力 一起在支持儿童教会的活动 所以这让我感到非常感激 这也反映了我们每一位 其实都是重要的伙伴 无论是在教会里面 或者是教会外面 我们都是在一起履行 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好不好转向你旁边的朋友说 你是我的好伙伴 是的 感谢大家 那上个星期那天呢 蔡开燕牧师为我们介绍了 这个为期三个星期 关于光的一个新系列 那这个呢 是和英文堂同步进行的一个讲道系列 两周前呢 我在英文堂分享了这个系列的第二个信息 那今天呢 来到中文堂 就是和大家分享同样的信息 但是是中文版 那你可能好奇说 为什么教会要在英文堂跟中文堂 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系列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我们受到教会里面 跟外的一些事项的启发 从而觉得说 好像上帝在跟我们说话 好像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首先呢 是自从疫情管理措施明显的放宽以后 我们开始看到更多回到教会里面来的 就是会友们 然后还有新来的弟兄姐妹们 然后各个教友呢 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也注意到了 开始邀请还没信主的家人啊 朋友啊 同事啊 还有就是在做社展的那个居民 来一起来教会 那就在上个月嘛 我们的中秋节特别节目 当我们在筹备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知道要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一个预算 因为都不知道有几个人会出现 但是我们牧师们呢 就非常惊讶 那天我们有超过一千个人来到教会 在儿童教会里面呢 我们也经历了人数的增长 因为我们有新的小朋友加入我们 包括就是非常小的幼儿 就是彩虹事工的小朋友 还有儿童堂 然后我们也注意到了 有一些是我们的教会会友们 他们所邀请的小朋友 所以呢 最近我们的儿童堂人数增加 那你在影片中可以看到 对吗 就不要多小朋友 所以是我们感谢上帝的 那在讲台上呢 在中文堂里面 我们注意到 有几个讲员 好像都是都有分享一些相同的主题 比如说呢 俊风牧师在八月的时候 他勉励大家 把上帝给我们的爱 付诸于行动 然后在 在同一个月里呢 采开业牧师在宣教周 分享了 上帝仍然在各族各邦 宣告真理和美善 公平和正义 九月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陈阮清牧师 他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主爱 经营我们的家庭关系 再来呢 就是几个星期前 我们有 伊恩头牧师 他提醒我们要听从根 还有跟随耶稣 使万名成为耶稣的门徒 所以就可以注意到 好像不同的讲员 不约而同 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 就是上帝好像在叫我们 要踏出去宣告他的爱给大家 就带他的爱给大家 那教会的外面呢 其实我们在新加坡 大家可能也就是 会注意到 我们正在经历 就是废除 377A条文的一个极大可能 然后呢 在思考说 这将带给社会 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和冲击 那这件事情 关乎于每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各位 然后特别呢 其实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 还有需要我们回应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我们可以单纯的把这些事项 觉得说 就是巧合吧 就是刚好就是事情 就是这样发生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上帝就是在让我们看到 他在我们当中行的工作 然后他其实是在邀请我们配合他一起工作的 很清楚的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是上帝在这一个时期 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在提醒我们作为世上的光的重要性 并且正在带领我们成为为主发光 发亮的光 所以才会有这个系列的诞生 那今天呢 我就带给大家这个系列的第二个信息 然后在之前 蔡开月牧师在第一个信息里面告诉我们 应该活在耶稣的光中 今天我们将和大家分享 如何活在光中来做主的光 所以在开始讲到之前 让我们来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 耶稣我们感恩 就是你在儿童教会交友的时候 给我们那么多的眷顾 还有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带小朋友们出去 我们可以感受到你时时刻刻的 仍然在这个教会里面行你的工作 我们非常感激 那今天我们想要就是聆听你的话语 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能够 就是能够听到你所说的话 然后敞开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耳朵 来接受你的真理 奉耶稣明祷告 Amen 那我们要来一起阅读今天的主要经文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 然后因为经文就在荧幕上了 好不好我们一起念 一二三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行为 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父上的福 非常好 在这短短的三个节里 三个句子里面 耶稣用非常肯定的话 告诉古往进来的门徒这个事实 他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非常肯定的语气 耶稣的话 并不只是给当时的犹太人门徒听的 其实也是给今天同样 跟随耶稣的我们来听的这个信息 那这个经文 其实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是很熟悉的 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场合有听过这个经文的分享 可能我在这里问一下 有谁有听过这个经文的分享 有吗 有一些对吧 所以有一些就觉得很熟悉 那当我们在面对一段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会联想到以前听过的分享 然后呢就做一个很快速的结论 就是说 这个经文就是叫我们做世上的光 通过做善事带领其他人荣耀天赋 如果能够这样子总结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早去吃饭 其实我也想没有办法 那我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说这不是很简单吗 耶稣 但是当我放慢脚步 去细想经文中的意思 我发现 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简单的总结一个经文的话 我们其实是在把它简单化 然后我们会忽略耶稣话语中的细节 还有他的智慧 所以就发现说 其实这样子对我们更深的去钻研上帝的话语 是没有帮助的 无论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或者是在登章宝训这个更大的背景里 其实耶稣不仅仅是叫我们做善事 对 你没有听错 这段经文的重点 其实不仅仅是关于行善那么简单 当然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 确实是在勉励我们做光照在人前 用好行为去荣耀天父 但是在希腊的原文里面 第十六节的句子 它的开头 它用的字其实是Hotos 它的意思是因此 所以或者是同样的 那这么来说 耶稣在第十六节里面所说的话 其实是在总结 第十四和第十五节里面的重点了 我们再看多一次 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哇 念得非常好 我觉得改次你们来念好了 在第十四节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 耶稣用肯定的话语说 我们都是世上的光 然后呢 他之后他就给了两个比喻 我觉得可能当时的听众听了 会有点傻眼 就说 这是什么比喻来的 那耶稣说 建造在山上的城堡 是不能被隐藏的 OK 那可能就是他的听众 会互看几眼 说 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吗 那接下来的比喻 更是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耶稣说 人点灯 是不会放在斗底下的 那我们换一个现代的用法 来这么说好了 可能耶稣就像是说 没有正常的人 会去买灯泡 然后装在电灯里面 插电 开灯 然后就用篮子遮住那个灯 那干脆不要买灯泡好了 不要点灯了 对吧 就是一个 有点匪夷所思的一个比喻 其实这就是耶稣的重点了 耶稣说 按照点灯 就是为了照亮整个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常理来看 身为门徒的我们照理来说 也是应该像灯一样让人看见的 所以耶稣说的是不要隐藏自己 应该让人看见这个光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 不要隐藏 让人看见 当时耶稣他是在山上教导门徒们 和许多跟随他的人 那这些听众大多数 其实应该都是犹太人 对他们来说 当耶稣提到他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 他们应该可以马上联想起 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里面 通过先知告诉以色列国民的这个预言 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这样子写着 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 使亚格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实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级 可是当时候的犹太人 他们身处罗马王国 帝国里面的那个殖民地 他们怎么样成为外邦人的光 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 在殖民者的统治下生活 这些犹太人比起做光 其实好像隐藏做隐形的人 然后可能不被看见 反而更容易 还有更安全一点 毕竟犹太人当时候 如果真的要完完全全的跟随上帝的话语 如果要跟随他们的旧约里面的条约 无论是在饮食方面 或者是习俗上 都是和外邦人不一样的 如果他们坚持 我一定要守旧约里面的这条约 还有上帝所说的崇拜方式 其实他们可能是有生命危险的 我们可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 读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旧约有其他的故事 告诉我们这一点 所以说呢 其实做光很难对他们来说 那耶稣当然是知道的啊 因为他是生长在相同环境的犹太人 虽然如此 耶稣却能够挑战犹太人们的思想 带领他们对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 有新的了解 那犹太人们其实是可以成为外邦人的光的 他们能够通过主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 就能够看到上帝预言实现了 因为耶稣来到世上 就是为了成就上帝他的大计划 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嘛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就是死了之后 然后三天后复活 然后后来呢 有一群犹太人看到了这些 他们终于明白耶稣这番话的真理 选择完完全全改变他们的生命 放下以前的工作 他们到各地去医治病人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去传福音 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读到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今天才能够认识耶稣 我们才能够有今天的教会 那些门徒当时的门徒 非常明显地明白耶稣说的话 他们没有选择做隐藏起来的门徒 或者是隐形的教会 其实一直到现在 这样子想隐藏自己 想要做隐形人和不被看见的人性 其实是存在的 毕竟我们可以避开我们害怕的 我们可以避开我们觉得麻烦 或者是觉得不喜欢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 确实这比较安全 比较容易 那特别是在冠病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就是习惯了 都有社交距离 然后戴口罩 然后当然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确实应该为彼此的健康着想 所以才会有社交距离 才会戴口罩 那相同的 我个人 我个人也发现 因为如此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我开始习惯 它带来的新便利 然后可能会开始觉得 好像社交这件事情有点懒惰了 比方说呢 因为你戴着口罩 很难认出别人 然后别人也很难认出你自己 对吗 所以我可能就会变成 有点懒得去跟人家说嗨 就算是好像很熟很面熟 但是可能会认错人 好算了 就不要闲聊好了 然后当我习惯 退缩到我自己的舒适圈 去躲开人群 然后不被看见以后 我发现如果我真的要踏出去 去接触其他人 我得花更多的心力 那我就开始反思了 如果我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我有可能变得比较自我中心 然后耶稣给我的使命 我可能会觉得态度有点冷却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文里面 耶稣不只是以单数来称呼门徒 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 第14跟16节里面 中文版里面 他们用了你们这个复述 这个其实是源自于他的希腊原文 第14跟第16节里面的希腊原文 用的是Hummes 还有Umon 都是复述的代名词 这告诉我们耶稣当时是在对一个群体说话 成为世上的光 并不只是属于一个人的呼召 耶稣我在这里 拆派他吧 他好像比较会发光 我电力不足 那不是的 每一个人 包括整个教会 其实我们都是世上的光 而且我们需要彼此 来提醒对方 保持一份关怀他人的心 有时候呢 那比起站出来 让大家知道自己是基督徒 融入周围的魂化 反而更加容易和安全 那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议论纷纷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常常要给许多课题上给一个说法 包括同性恋 包括堕胎 包括抽电子烟等等 这些不同的社会议题 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有时候意见分持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是觉得说 那我干脆不要发言好了 干脆不要说 做一个安静的门徒 只满足于闭门敬拜上帝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是维持和谐嘛 对吗 我们是在爱我们的灵舍 对不对 当然 有一些情况 我们确实应该选择不发言 来维持和谐的 这是明智的 但是 我们必须弄清楚 明白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爱灵舍的时候 绝对不是叫我们选择不发言 事实上 路加福音第十章 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里面 祭司跟立伟人选择不说话 只管自己的事 另一方面 被称为爱灵舍 如同自己的撒姆亚人 他则是选择出面 去帮助受伤的人 让我来读给大家听 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偶然有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 他就是指那个受伤的人 就从那边过去了 一句话也没说 又有一个立位人 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也是照样一句话也没说 唯有一个撒姆亚人 行路来到这里 看见他 只是受伤的人 就动了此心 所以说 选择不说话 并不是在爱我们的灵舍 第二点 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 让大家看见我们是基督徒 并不代表说 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大声 时时刻刻地 非常地热忱地宣告 我们的信仰 耶稣也没那么说 因为他在第十六节里面 就是解释 叫我们让其他人 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然后耶稣也通过登山宝训 帮助我们了解该怎么做 那接下来我们会在第二点 深深地探讨 但是我们先 专注于第十四到第十五节 回到这里 我们不能错过 耶稣和我们说的重点 做隐藏的门徒 和隐形的教会 就好像用篮子 遮盖点着的灯 这是不合常理的 身为门徒 我们必须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光 而不是选择 隐藏 有没有发现 可能有些时候 自己倾向于隐藏自己 门徒的身份 或者是基督徒的身份 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 自己满足于做隐藏的门徒呢 今天耶稣在提醒大家 遮盖点着的灯 是不合理的 同样的隐藏的门徒 和背向世界的隐形教会 是不合常理的 为什么不合常理呢 因为我们今天 得着了之前 耶稣的听众们 后来才得着的一件事情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那就是福音 是福音改变了 我们的人生轨道 使我们由内而外的转变 不由自主的 把福音活出来 福音就是那个 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光 它是真理 它是救恩 是赦免 是希望 是带领 是同在 是这个福音的光 使一个硬心肠的迫害者 成为后来热心肠的传道人 那就是保罗 保罗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 这么写着 我传福音 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对保罗来说 他是不得已的 他不由自主的需要传福音 因为福音已经改变了他 他不能不活出福音 同样的 其他的门徒 就像是彼得和约翰 也说过类似的话 当他们被官府 长老和文士抓起来 恐吓说不要再奉主耶稣的名 讲论和教导其他人的时候 彼得和约翰这么说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 十九到二十节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 不能不说 不能不说 美国神学家 史丹利·豪尔瓦斯 在解释 马太福音的书里面 这样子写 那是我自己个人的翻译 所以如果不太准确的话 是我的责任 对马太来说 耶稣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身为新造的人 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被改变 因此福音并不是由我们来选择 要接受或拒绝我们要的信息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用我们的世界观 去了解马太福音 而是我们的世界观 将在阅读马太福音之后 彻底的被改变 最近我们在儿童教会里面 来了一对新的兄妹 然后这一对小朋友 是外婆带来教会的 他们的父母并非基督徒 然后大的是哥哥 他的名字叫Jaden 今年K2 就是大班 幼儿大班 非常可爱的男生 Jaden他刚来教会不久 所以没有很认识耶稣 然后他常常也会在教室里面 就是问我们的同工 耶稣是谁 这样子 虽然如此呢 Jaden他每一个星期天 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儿童教会 然后我们今年8月的时候 我们举办了一个叫做 Gift Shop的活动 然后我们也会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说 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参加这个Gift Shop的活动 那大家如果熟悉儿童教会的话 就知道Gift Shop这个活动 对小朋友来说非常重要的 是一定要去的一个活动 因为他们可以在那边拿到很多礼物 Jaden呢 他邀请两位朋友 然后非常碰巧的 当然我觉得也不只是单纯的碰巧 真的是上帝的带领 我在Gift Shop活动当天呢 遇到了Jaden的两个朋友 还有他们的家长 那时候我忙着 然后突然间看到一对父母 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 一个小男生 然后他们看起来有一点不知所措 我就说 你们是不是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他说是 那是谁邀请你们的 Jaden Jaden 你朋友来了 然后妈妈忙了 我突然间又看到一对父母 然后跟他们的孩子 就说你们也是来参加Gift Shop的吗 那是谁邀请你 又是Jaden Jaden 你的朋友 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我发现说 小小年纪的Jaden 他或许不能够清楚地告诉你 耶稣是谁 还有福音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 他在儿童教会里面 通过我们的同工 还有我们的教导 还有其他小朋友们 感受到了福音 他学习到了什么 所以他才会自然而然地 想要邀请他的两位朋友 那我们看儿童的反应 常常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最自然 最直接的一个回应 对吧 Jaden 他在教会 因为他经历了好事 所以呢 虽然他是新来的 可能不是很清楚 Gift Shop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但是他还是觉得应该是好事 他就邀请他的朋友了 非常单纯 非常可爱 这告诉我们 一 我们并不是单纯地 依靠自己的本事或力量 来做世上的光的 就像保罗 彼得 约翰 甚至是Jaden 我们只是在活出福音的亮光 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自然 是确实和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其他人都能看到的转变 就好像是点着的灯 大家都是能看见的 我要问大家的是 这个福音 它仍然主宰你的生命吗 因为有些时候 当我们太熟悉福音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忽略它的意义 它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 然后就变成说 就像史丹利·哈尔瓦斯说的 我们把福音当成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信息 我们选择要听什么 不要听什么 我也想问大家 回想一下 当你认识耶稣之后 你那时候是怎么样经历改变的呢 那现在呢 还在持续的经历转变吗 不要隐藏上帝 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奇妙作为 照亮其他人 让大家看到这个转变 让你成为世上的光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十六节 学习如何成为世上的光 这到我们的第二点 好行为 在耶稣勉励 他的门徒要做其他人 都看得见的信徒之后 他就解释 在十六节他这样子解释 然后刚才说 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 有一个Hotos这个字 那我就先加入一个因此 因此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做其他人都能看见的信徒 是为了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进而发现说 这来自于阿爸天父 那耶稣指的好行为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经文前后 整个登山宝训里面 还有马太福音里面的另一个比喻 来了解更多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节的 登山宝训 整篇大致上讲的是什么 登山宝训上 大略是有关于天国的价值观 耶稣当时候通过非常现实的情况 来反转地上国度的价值观 耶稣在开始的教导 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一到十二节里面 他就介绍了天国八福 那这几个简单的句子呢 展现了门徒们 如果在逆境中 他可以有一个新的态度 比如说呢 耶稣在天国八福里面有提到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所以天国八福告诉我们 门徒们呢 即使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也可以拥有得福的 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态度 之后呢 十三到第十六节呢 耶稣就比喻门徒为光 还有言 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 在第十七到第二十节里呢 后来耶稣就强调说 他是来成全律法 和先知的道德 然后在之后 在第五章二十一 到第七章二十九节呢 耶稣便延伸地去讨论 各种律法 然后如何呢 就是当一个人 有福音来到他的生命之后 他会转变整个生活的导向 然后处世代人的那个态度 也会改变 所以呢 这些律法 在一个基督 跟随基督的门徒来说 不单单只是条规 而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整个都改变了 这些律法的例子呢 让我们更加明白 当一个人活出福音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对自己的罪恶 更有意识 从而选择不让罪恶去增长 反而选择圣洁的生活 登山宝序呢 这整篇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处事 待人的方式 来成为世上的光 我们呢 做的选择 其实有很多 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人的 因为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孤岛上 对吧 我们有家庭 有邻舍 有公司或学校的朋友 教会的会友 还有各个不同的社交圈子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在面对逆境中的门徒 如果他可以拥有 不一样的一个心态 来面对挑战 可以说我虽然在一个逆境中 但是我还是会 可以接受到上帝的福 对周围的人来说 看到了会觉得 哇 与众不同 这也是可以是一个见证 又比如说 一个门徒 如果说他生弟兄的气 或者是姐妹的气的时候 选择不要动怒 放下怒气 和这位弟兄或姐妹和好 让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见证不是吗 因为耶稣在我们心里面 还有生命里面的动工 所以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子的转变 让大家看见 然后其他人会看到 这个人的价值观 和地上国度的价值观 是不一样的 第二 耶稣要我们做的好行为 也可以从 马太福音 第25章 第31到40节里面的比喻中 清楚地了解 我来念给大家听 马太福音 第25章 第31到40节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志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 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 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第37节 一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给你吃 可乐 给你喝 什么时候 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赤身露体 给你穿 有什么时候 见你病了 或在监里 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我再念一遍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这让我想起 最近在儿童教会里面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上个月的一个星期天 在儿童堂结束之后 我注意到一位新来的儿童 她的母亲 召集地和儿童工说话 她到礼堂来接她的儿子 可是却找不到人 我在这里保证 非常少发生 不要担心 我们和这位母亲了解情况之后 我们就请她在礼堂 等我们的童工去找她的儿子 后来我们有找到这位男孩 然后他也就是安全地回家了 他还是继续在我们的儿童教会 放心 在我还没有弄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突然间我们儿童教会里面的 一个小室的男生 Joash 就是图片上的 这个非常可爱的男生 他满头大汗地 突然跑到我面前来 然后他那时候微笑着 笑得非常开心 就是差不多跟这样的 这个脸差不多一样 然后气喘吁吁地跟我说 那位新来的男孩 他说他今年要洗礼 这是 等一下 有点 我不知道到底是在说什么 突然很非常突然 非常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跟Joash聊一聊 就是把那个故事拼凑在一起 然后大略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那天呢 在儿童堂结束之后 Joash 他自己决定 他自行地 把那新来的男孩 带到教会的楼下 买饮料 给他喝 那这两位小朋友呢 没有通知任何人 所以 男孩的母亲来的时候 找不到人 因为他们都跑到楼下去了 那当然我得提醒Joash 让他开自 你要带新的朋友 就是走出去礼堂的话 一定要跟老师说 所以 必要的教导 还是有做的 但是呢 我其实非常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会带那个男孩子 下楼 然后还请他喝饮料 然后当时候我问Joash的时候 我说 为什么你会带那个新朋友 到楼下去喝水 他给我一个非常疑惑的表情 就是有一种 你干嘛问这个很奇怪的问题 那种表情 他就很简单地回答说 因为他渴了 因为他口渴了 OK 那倒是 非常的 非常的 有逻辑性 其实Joash 他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 他知道这位新来的朋友 他口渴 又是初次来到我们的教会 所以他就二话不说 就帮那位男孩解渴 然后呢 他们在喝饮料的过程当中 聊到了洗礼 我也不知道是 怎么样聊到 反正就是 那个新来的男孩就说 那洗礼是什么 然后Joash就大概地解释一下 然后就说 你是不是想要洗礼 然后男孩说 好啊 那我就年底洗礼 然后就会去跑上来 跟我说 那个男孩说 他要粘底洗礼 太可爱了 虽然说我不完完全全地了解 这两个小朋友 他们整个对话的过程 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一件事情 Joash 他做的呢 就是马太福音里面 25章 第35节所说的 所描述的 他看到一个人渴了 他就给他水喝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过程当中 生理上的口渴 就变成树林上的一个渴了 那么耶稣 指的好行为是什么呢 我相信第一呢 就是我们处世待人的方式 能够反映出上帝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奇妙作为 第二呢 好行为指的是帮助其他人的需要 饿的 渴的 做客虑的 赤身露体的 病了的 在监狱里的 今天我尝试更加 更深地 带大家去更深地了解 马太福音 第五章 第十四到第十六节 这短短的三句经文 提醒我们 要活出上帝 在你心中 在我们心中 和生命里面的奇妙作为 来成为世上的光 刚才我问大家 你是如何被福音改变的呢 你如今是怎么样活出 这些改变呢 耶稣今天 叫我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 好行为 我们 是世上的光 耶稣 清楚地说 我们 要照亮 其他人 让他们看见福音 带来的转变 我们 要有好行为 把荣耀 归给天父 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会想要 退缩到自己的 舒适圈里面 做就是自己 敬拜上帝的一个 隐藏的门徒 请容我今天用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十四到第十五节 来挑战你 不要再隐藏了 是时候让大家看见 你是基督的门徒 又或许 有些时候 我们会担心 会害怕 觉得说 成为世上的光 这个感觉 有一点沉重 不知道 能不能做到 也今天 请容我 邀请你 来到主耶稣基督 我们这个光源之前 来得着 新的力量 同时 我也要让大家知道 耶稣并不是叫我们 去改变世界 而是成为上帝 改变你和这个世界的见证 加拉太书第六章 第九到第十节说 我们行上不可上至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 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上 想信徒一家的人 更当这样 在这个时候 我要邀请我们的敬拜团 一起来上台 因为我们要 在结束的时候 唱荣耀大君王 但他们在预备的过程中 我想要和弟兄姐妹们 这样子说 今天这个呼召 并不只是特别 给一个人或两个人 或者是更突出的人 耶稣说 你是世上的光 每一个人便是如此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是能够照亮 其他人的光 到会儿当我们在唱 荣耀大君王的时候 我想要鼓励大家去回想起 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动的功 所做的改变 然后在唱完歌之后 我会给大家 有一个回应的时间 让我们先来低头 让我来用祷告 来预备我们的心 耶稣我感谢 你的福音 我承认有时候 我觉得说福音太熟悉了 从小我就知道了 你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复活 拯救了世界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耶稣 当你上十字架的时候 你所背负的 不只是你个人的苦痛 今天 主耶稣 我们恳求你 让我们再一次经历 福音 再一次能够体会 福音对我们的意义 跟重要性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来再一次的领受 这个福音 还有这福音的改变 所以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 耶稣和我们说话 圣灵来做你的工作 奉学书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来一起站起来 唱这首 荣耀大君王 将你的光照料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在你面前 毫无疯强 打开我们的心 我要看见 在你面前 一滴过渡就在这一场线 在你光中 我的金光 在云里也有风声盼望 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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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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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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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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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配的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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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 当你在举起你的手的时候 有一些弟兄姐妹们 你的回应可能是在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忽略了 我忽略了你的护照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 我要接受你给我的这个护照 我是世上的光 我能够反映出你在我生命里面 给带来的转变跟感动 有一些弟兄姐妹们 可能你在举起手的时候 你在告诉耶稣说 耶稣我要再一次的去经历福音 让我再一次的明白福音的重要性 耶稣当你走上十字架的时候 你并没有隐藏自己 而是你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 让每一个人看见羞愧 痛苦 你完全没有隐藏自己 没有留任何余地 你把整个生命 你把你整个心都奉献了 因为上帝 要通过你所做的救恩 你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们 也想要通过今天 得着新的力量 你的祷告是说 耶稣帮助我 能够成为世上的光 成为你的光 让我能够做你的光 像那些小朋友一样 简单的 单纯的 不需要害怕或想太多 因为我们相信 你在福音 你的福音给我们的改变 还有你的福音的能力 的伟大 是超过我们自己本身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心里 有这样子的祷告 你的手举起来 是的 主你看到弟兄姐妹们的手 他们伸向你 他们要保持一颗 像小朋友的心 了解福音对他们的重要性 福音并不是我们可以选择 想要听或不要听的一个信息 因为你的福音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它就成为了我们的主宰 我们不得不活出福音 因为耶稣你放下了一切 你不隐藏 你奉献你的全部为了我们 我们今天才能够 成为世上的光 所以求主你给我们新的力量 新的感动 新的理解 来成为你的光 帮助我面前这些弟兄姐妹们 我可以看到他们的心 是敞开的 是单纯的 像小朋友一样 在对耶稣你说 耶稣你来 做我的光 做我的光 所以我相信耶稣 圣灵 你现在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 在做你的工作 在转变他们 在改变他们 在增加他们的信心 帮助他们 做你的光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耶稣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呼召 奉主耶稣命 祷告 阿们 阿们 阿们